喂 大家好 我是Chen 你知道 萬聖節 其實是11月1號嗎? 欸不是啊 萬聖節 他XX不是10月31嗎? 哇齁 不管真相如何 今天要為各位帶來 萬聖特輯 炒派愛 做圖題 用維基奔學到的 Curvescatching技巧 徒手畫出 LNsinx這個函數 讓你成為 Curvescatching之王 King of Curvescatching 去年萬聖節 我做了超有名超經典的 LNsinx的定積分 出自麻省理工的題目 今年 我要Graphy Calculus Curvescatching的完整流程 之全網最詳盡解說 就在今天這部影片 頭拍 在畫Longsinx之前 我要把 Curvescatching的SOP 快速走一遍 首先第一步 我們要找出函數的Domain aka定義語 定義語就是針對 變數 X所有可以取值的 或者說 有定義的集合 是針對X去敘述的 最常見的 三種有限制的Domain 我們來列出來 第一個 根號X 如果X在根號裡 這個 X 在分母 X分母絕對不能等於0 第三個就是Log X是幀數的地方 幀數 是一定要 大於0的 等於0是不行的 再來是Intercept Intercept是截距的意思 是截X軸以及 截Y軸的 坐標 所以截距並不是距離 截距是坐標的意思 再來是Symmetry 我們要看 對稱性 我這邊分成 三種Case 第一種是 Even Even function 就是偶函數 第二種是R G函數 第三種叫Periodic function 周期性函數 比如說Sine Casine Tangent 這種周期性函數 那要怎麼判斷呢 我們就可以把 -X 代進 F 這個函數裡面 如果F -X 代進去 會等於 正X 代進去的 結果 那就是對稱 Y軸的意思 那它就是 偶函數 再來 Odd function 就是我把 -X 丟進去 Function 出來可以提出 一根 負號 -F -X 代表它們是 對稱 原點的 基函數 Periodic就是 當我 X加上一個 P 代進 函數裡面 就會出現 重複性 為等於 原本的 F 而這邊的 P就是 周期 Period 掌握函數的 對稱性 我們就可以先知道 這個圖形 大概的 長相 接著 就是去找 漸徑線 Asymdote 我們分成三種 第一種水平漸徑線 Horizontal Asymdote 第二種 牽絲漸徑線 Vertical Asymdote 以及 斜漸徑線 那是斜的 Slant Asymdote 待會 我們直接用 題目 說明 怎麼找 這些漸徑線 下面一位 是看 函數 對稱的地增 地減區間 也就是 一次微分 F' 的性質 如此一來 就可以用 Critical Points 搭配該點 兩側地增地減特性 判斷 Local Maximum 和Local Minimum 最後 來到 G Cavity 凹向上 或凹向下 這是用 二次微分 Second Derivative 觀察 順便找找是否存在 Inflection Point 反區點 值得注意的是 雖然反區點的 二次微分值 一定是0 但 二次微分等於0的地方 可不一定是反區點 好的 我們進入今天的題目 Let's catch the curve Y 等於 Ln Psi 首先看Domain O 可以看到Log 馬上寫出 幀數大於0 也就是 Sine X 要大於0 接著我們就去解 這個不等式 強烈建議 畫出Sine X的圖形 再去判斷 因為 周期函數 你很容易漏掉一些解 再來 今天要看 大於0的地方 那就是這幾段函數 軸上的點 不包括 也就是0到拍 二拍到三拍 -二拍到 -二拍到 這些區間 那當然有無限多段 可以看成是 從偶數倍的拍 到隔壁 2N加1倍的拍 的所有集合 那這是開區間 Open Interval 不包含端點的 而這個大U 是 Union 連擊的意思 也就是 把這 無窮多個區段 獲起來 獲起來 所形成的一個 連擊 就是我們今天的 LnPsi X的Domain 下面一位 是找結局 Intercept 分成X結局 和Y結局 那X結局 就是結 X軸焦點的 X軸標 它是Coordinate 因此我們另外 Y等於0 所以LnSin 就會等於0 Sin 就會等於 Ln是以 為D 轉一圈出來 Sin 就會是 E的0次方 E的0次方 等於1 所以X 又等於 2分子π嗎 啊 那就錯了 記得要加 2nπ 因為Sin 的周期 是2π 再來是 Y結局 因此我們令 X等於0 Sin 就會等於0了 LnSin 就會是 Ln Ln X的圖形 長這樣 所以Ln0 是發散的 會跑到 -5 無窮大 啊 我剛剛講過 結局是 座標 Coordinate 必須是個 收斂的數 因此 LnSin 並沒有Y結局 No Y Intercept 接著是看 對稱性 Symmetry 先判斷是否是 G有函數 我們把 -X 代入 F LnSin -X 首先 Sin -X 是可以提出 Sin 因為Sin 是G函數 負號可提出 但 在Ln裡面的 這個負號 是不能亂提出來的 也不能隨便拿掉的 因此 LnSin 既不是G函數 也不是有函數 說不定 它有周期性 因為LnSin 裡面的Sin 是周期性函數 Sin 周期是2π 因此 LnSin 也必定是 周期為2π的 周期函數 緊接著 是找 Acid 先看看有沒有水平漸進線 就是去看 當X 跑到正負 無窮大 函數值 會不會收斂到一個 finite number 像是被天花板 或是被地板 給擋住 因此 Limit X 趨近於正負無限大 看LnSin 是否 極限 存在 我把Limit 塞進Ln裡面 如此一來 看到這坨 Sin 極限 當AX 趨近於正負無限大 這是不存在的 對吧 因為Sin 會震盪 無法收斂到唯一的極限值 所以LnSin 極限也不存在 再來就是找 千值漸進線 也就是看 有沒有那種 X 趨近於某個數 會使得LnSin 一口氣 飄到正負無窮大 我把它稱之為 撞牆 俗稱 弄表 仔細觀察 就知道 當Ln的 裡面是0 函數值就會 飄到負 無窮大 也就是 令Sin 為0 X就會是 N 或者是說 整數倍的牌 我把剛剛的討論 劃成數學語言 對了 養成習慣 千值漸進線的 極限寫法 要分成左右 屈近討論 因為不見得 每個題目的 千值漸進線 兩側 都會標到 富無窮大 有可能 其中一側 是正無窮大 另外一側呢 是跑到 富無窮大的 這個細節 大家要注意 魔鬼藏在 瘋瘋里 我把千值漸進線 X等於N Pi 分成 偶數倍的Pi 和基數倍的Pi 來討論 看下去 你就知道 為什麼了 首先千值漸進線 X等於2NPi 也就是偶數倍的Pi 所以我就先看 X 屈近於2NPi 正 對Sin 來說 就是屈近於0正 0正是positive 根據LN的 函數圖形 就知道 會標到 富無窮大 緊接著看 左極限 X屈近於2NPi 富 對Sin X來說 就是屈近於 0負 注意了 0負是negative 它並不在 LN的domain 帧數不能是負的 所以此 左邊 屈近的極限 根本就不存在 接著我們討論 千值漸進線是 X等於極數倍的Pi 2N加1Pi 的地方 X屈近於2N加1Pi 正 對Sin X來說 其實是屈近於 0負 2N加1Pi 就是極數倍 Pi的地方 也就是 1Pi 3P 負1Pi 負1Pi 的地方 現在要 又屈近 Sin 值 就會 B 近於 0負 0負 剛講過了 是negative 並不存在於 LN的 Domain 所以 此極限 根本不存在 就可以跳過 不討論 而 X屈近於 2N加1Pi 負 對Sin X來說 又是屈近於 0正 這個時候 0正 是positive LN 0正 就會飆到 負的 無窮大 因此 LN Sin X 千值漸進線 的極限 寫法 就是 只有 這兩條 四周 X等於 NPi 或者是 整數倍的 Pi 這些 就是 千值漸進線 再來 E 我們要看的是 递增 递減 區間 可以用 一次微分的 正負來看 因此 它就直接開圍了 圍起來 先看到LN的 微分 再來記得 Chain Rule SineX的 微分 是cosine 所以 LN SineX 一次微分後 變成了 Cortangent X 因為我們要看 一次微分的 正負 所以要知道 Cortangent X 它長怎麼樣 馬上把 Cortangent X 畫出來 不會畫的人 我很快 走一遍 過程 幾個重要的點 先掌握 首先 X等於0 若我從右側 趨近 會得到 Cortangent 0正 是cos0正 除以Sine 0正 cos0就是1 所以1除以0正 是正的 無雄大 而若我從左側 趨近 會得到 負的無限大 再來看 X等於2分之Pi 這個關鍵的地方 Cortangent 2分之Pi 就是cos2分之Pi Oversight 2分之Pi 就會是0除以1 最後是0 同理X等於-2分之Pi 代入也會得到0 這麼一來 Cortangent X的大致輪廓就確定 而它也是周期性的函數 周期為Pi 我們就複製貼上 複製貼上即可 如此一來 我們要看的 LnSine X的 一次微分 就是看Cortangent X的正 負一次微分為正 該區間地層 一次微分為負 該區間地減 但 記得我們只需要討論Domain裡面的點 這就是我一開始就確定Domain的原因 討論起來會比較有章法 偷偷瞄一下剛剛找到的Domain 原來X只有定義在-2Pi到-Pi之間 Average 0到Pi Average 2Pi到3Pi 換言之就是要把-Pi到0 Pi到2Pi這種區間的線段給刪掉 現在乾淨多了 so F'為正 就是看Cortangent X為正的區間 也就是-2Pi到-2Pi 0到2Pi這些區間 我們可以看成偶數被Pi到偶數被Pi 加1Pi的這些區間 aka2NPi到2NPi加1Pi LnSine X這個函數 在2NPi到2NPi加2Pi 這些區間都是低增的 F of X is increasing on這個區間 同理F'為-就是看Cortangent X為-的區間 也就是-3Pi到-Pi 或是像2Pi到Pi這些區間 aka2NPi加2Pi到2N加1Pi 只需要把2N加1看成奇數就行了 因此F of X或者是說LnSine X這個函數 在這些區間都是低減的 看完低增低減區間就可以 可以順便找出Local Maximum和Local Minimum Values 也就是去看依次微分F'等於0 或是不存在的那些點 哦對了它有名字的就是Critical Points 這邊我再講更仔細一點 畢竟我的影片主打全網最詳細解說 為何我這邊沒有去花寶貴的時間 找F'不存在的那種Critical Points呢 你也看得出來F'不存在的點 就是像X等於0啊 不然就X等於Pi啊 這些讓Cortangent X發散的地方 但為何我們不能把它們當Critical Points呢 原因是在這題LnSine X里 X等於0或是X等於Pi 這些地方其實都不在LnSine X的domain里啊 所以我們就不用討論那些不在domain里的點了 OK讓我們回到F'等於0 就是X等於5的2分之3Pi 或者是X等於2分之Pi这些點 可以寫成X等於2nPi加2分之Pi 這個就是LnSine X的Critical Points 至於這些Critical Points到底是Local Maximum 還是Local Minimum Value 那你就要看在該點左右兩側的 递增递減性 比方說在X等於5分之3Pi 左側是正的 它代表F'是正的 那么LnSine X就會是递增 而在X等於5分之3Pi的右側是負的 F'是負的 那么LnSine X就會是递減 而從递增到递減 代表該點就是Local Maximum 再來看X等於2分之Pi 同樣的道理可以看出 這個點也是Local Maximum 那我合理推論 在X等於2nPi加2分之1Pi的 這些全部的點都會是Local Maximum 那就代表LnSine X完全沒有Local Minimum 剛剛選出來的Critical Points就是Local Max或是Local Min它們的候選人 終於來到G點了 看Concavity也就是凹性 馬上把2次微分second derivative known出來 Cotangent再繼續維持什麼呢 Fu的cos2平方 那個負號別漏掉了 那麼這個cos2平方平方橫正啊 前面又有乘一個負號 那就代表所有在Domain裡的點 它的2次微分值都是負的 so F of X is concave downward in its domain 那Domain在哪裡呢 LnPi到2n加1BetaPi的所有的集合 也間接說明了LnSine X不會有反區點 反區點必須在該點左右兩側凹性相反 也就是second derivative要一正一負 這樣子才行啊 它全部都是合式微分為負的 那就不可能有反區點了 最後就可以來畫圖了 畫起來畫起來 列出Domain 那我們的Domain呢 是偶數被拍到奇數被拍的所有集合 先把X等於整數被拍的地方標好標滿 而Domain呢就是有定義的地方 也就是我等一下只能畫在那些地方 所以我就先用螢光筆把它塗起來 告訴自己說 哦待會就是只能在螢光筆區域畫圖 再來是拮据 Intercepts LnSine X 只有X Intercepts 代表只會與X軸有相較 比方說X等於2分之π 2分之5π 2分之9π 至於左半平面也是有焦點的 可以這樣看 X等於2分之π 往左邊走 2π 一個周期嘛 就是變成負的2分之3π 再往左邊走2π 就是負2分之7π了 依此類推 這些點就是與X軸的焦點 接著是千值漸進線 X等於N倍的π 也就是所有整數倍π的地方 注意啊 漸進線用虛線 dash line來表示 那最後要看出圖形的走勢 要同時看地震地減區間以及凹圖性 地震地減區間呢 LnSine X這個函數啊 在2nπ到2nπ加2分之π 這些區間都是低增的 increasing 而且啊 凹向下 concave downward 因此我就這樣子的話 所有從偶數倍π 往右邊2π的期間 都是低增凹向下 同理 LnSine X這個函數在2nπ加2分之π 到2n加1倍的π 這些區間是低減 而且啊 必定凹向下 它毕竟全部的點都凹向下 没有反區點的 而且也能清楚看到 LnSine X在X等於2nπ加2分之1π的 這些點都是Local Maximum 然後沒有Local Minimum 以一個手寫做圖題 這就是Curved Sketching的完整詳細SOP 月年萬聖節 我做的LnSine X定積分 題目是關於這塊螢光里圖起來的區域 從X等於0 積分到X等於2分之π 然後要問定積分為何 注意啊 人家是問定積分不是問面積啊 定積分可正可負 但面積呢永遠是正的 聽不懂這句話的人記得點右上角影片 定積分與面積之間的愛恨糾葛 去加強觀念啊 OK這題答案呢 是-2分之π弄2 是Food哦 以上就是 2023萬聖節特輯 超派做圖題 記得幫這部影片按個讚哦 至於2022年萬聖特輯 LnSine X定積分 連結我放在置頂留言 記得去看啊 哦對了 我影片開頭問大家的問題 阿萬聖節到底是幾月幾號 知道的人留言教教我 我是Chem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